全球恐怖分子名单上现在又少了一名危险人物 美国总统欧巴马30号证实 在美国出身的夜门盖达组织首脑奥拉基 在美国与夜门合作的空袭行动当中被炸死 美国欧巴马宣布消息前 夜门军方已经抢先表示 美国空军30号空袭奥拉基的车队 他和其他四名组织成员当场死亡 奥拉基今年才40岁 但是他在美国出身 英语和阿拉伯语流利 游走在两个社会 影响力很大 09年在美国机场被带的内衣炸弹客 和在美军德州军事基地朝弟兄开枪的美国陆军少校 都是受到奥拉基学说的影响 起了杀人的念头 不过有长期观察盖达的专家认为 死了一个奥拉基 还有更多不怕死的政战士 因为在夜门就还有将近一千名的盖达武装分子 中天新闻王杰宇报道